在最近几场国内外乒乓球大赛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规律 团队中需要有一位领导者和一个领军者 他们在比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尤其在一次次的赛事里 这种规律被不断印证 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赛事 这一现象都显得尤为明显 在法兰克福冠军赛中 王曼玉作为队伍的领军人物 他的表现无疑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榜样 他不仅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最重要的是 他的领导力和决断力 在关键时刻为队伍指明了方向 有这样一位带头大姐的存在 陈信彤和王毅迪等队员们 也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共同为队伍的胜利而努力 相比之下 上一次的法国冠军赛 则暴露了无领导者时团队的困境 没有像王曼玉这样的带头大姐 来引导和鼓励队员们 王毅迪和陈信彤等人 似乎失去了方向感 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比赛中迷失了自我 这样的情况下 队员们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也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好的成绩 同样 亚锦赛的经历也验证了这一规律 当孙颖沙因为种种原因退赛后 王毅迪 陈信彤等人也陷入了混乱之中 纷纷早早被淘汰出局 这说明 一个好的领导者 不仅能够稳定军心 更能够在关键时刻为队伍指明方向 没有领导者的带领 队伍就如同失去主心骨的散沙 难以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这一规律并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从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 在团队中 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或领军者的存在 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不仅能够在关键时刻 为队伍指明方向 更能够在日常训练和比赛中 给予队员们鼓励和支持 我们下集中的观看